《熟山劍合传》 第21回 金罗汉仿有子金龙 许妃娘传书《五云报》 话说今生罗汉发源 在九华与齐凌云斗剑 正在难解难分之际 考语许妃娘说到 名为解为 暗中点破 才知道那女子是乾坤正气妙一真人齐秀敏的女儿 暗暗吃惊 恐怕吃了眼前规 便值着抬街奏下 等到离却前山 正要往今顶走去 不由叫了一声苦 心想 九华的作料齐寿冥的别虎 不消说得 那诗子天皇龙化与子面加蓝雷阴 一定在此全身不得 此回来到今顶 起非徒劳 他虽然如此想法 到底心还不死 好在今顶离此并不多远 不消半顿饭时后 便已赶到 只见雅龙化与雷阴所住的归原子 山门大开 山门前拜草枯叶 狼藉满地 不像庙中有人住的神器 进入内殿一看 殿中神佛庙茂依然 只是灰尘密报 蝙蝠看见有人进来 妖言乱飞 更没有一个人影 便知二人一定不在秒钟 再走进蝎房一看 陈旧四职 门前一柄黑七的蝎像 断位两截在地上 不知被什么兵刃斩为两段 那蝎像园是纯杠打奏 知是龙化用的兵器 进屋看时 地下还有一滩血迹 因为山高天寒 业已冻成血兵 古梁庙中无人 为其当在不远 正在刑狮之祭 忽想起此地既是蛾微派剑仙动腐 在此住居的人未必只齐秀明一个人 他们人多世众 不要被他们遇见 又惹灰气 想到此间 便急忙离了归原子 下了金顶 心想 此番出游 原为多尋几个帮手 谁想都撲了一个胸 那许非良自从教祖死去 同门中人因为他不肯出力报仇 多看不起他 直到近年 才听说他的忍辱负重 别传心意 色彩山下相遇 想是从外面眷游归来 黄山近在止尺 何不去看望他一番 顺便若他相左 即便目前不能 至少也可打听出龙发 雷阴两个人的宗迹 想罢 便架起剑光 直往黄山飞去 至于龙发 雷阴这些二派的剑仙 何以值得发源这般注意 以及他二人在九华金顶全身不住的原因 日后自有长文 这且不然 且说那黄山 发源需来过两次 只是许非良所居的五魂部 原是山中最高寒处 而又最为神秘的所在 发源从未去过 文说参峡大师也在那附近居住 看望许非良需要秘密 不要为外人之道 因此发源驾剑飞行时十分流神 劍光迅速 不多时已到黄山 打算由前山文不封抄小径过去 到了文不封一看 曾趣蝶联 江岭起伏 不知哪里是非良隐居之所 空山直直 除古木寒 山谷重途之外 并没有一个人影 夜大一个黄山 正不知从何处去尋那五魂部 正在进退为难之際 忽听远远送来一阵细微的破空声音 急忙抬头看时 空中飞来一道黑影 看去好似一个幼童 离发源不远 从空中落下一个东西 并不停留 直往东北飞去 发源正待去十时 脚下忽地又现出一道白影 细细一看 原来是一个穿白年幼女子 比赞还快 等到发源走到跟前 业已将落密实在手中 发源看清那东西是一块石头 上面一根红绳 是着一封信 起初以为是哪非行人特意落给哪小女孩的 倒也不十分注意 因为黄山乃仙灵忽杂 色彩在九华山遇见哪个孩子 几乎栽了跟头 如今又遇见一个小孩 见他身发 知非常人 便不愿多事 正待转身要走 忽见风脚下又转出一个穿蓝衣的女子 喊着色彩哪个女子到 师妹抢到手了吗 试过什么东西 穿白的女孩踏到 试一顺风 我们进去看吧 现时旁若无人 好似并未看见发源在旁一样 发源猛想起 我正无处尋访飞凉 这两个女孩能在此山居住 他的大人定非常人 我何不想一套言语 打听打听 想罢 便走近前来 说到 两位女坛月留步 贫增问信了 那大赛的一个女子 刚把白衣女子的信接过 便到 大和尚有话请说 发源道 黄山有位参下大师 他住在什么地方 两位女坛月知道否 那两位女子文言 便把发源上下打量一番 开口说道 那是吴家师傅 你打听他老人家负审 发源文言 暗吃一惊 原想避开他们 如何反问到人家门口来了 幸起自己不曾无媒 当下镇定精神 答道 我与曼妙仙姑许飞梁有一面之缘 他曾对我言说 他与大师乃是近伦 住在什么五魂部 怎样内此山甚大 无从寻找 我想打听出大师住的地方 便可在附近寻访了 那女子文言 微微一阵冷笑 说道 大和尚发号怎么清欢呢 发源到底在五台派中是有名人物 在两个女孩面前不便说谎 日后去落一个话柄 还说因为怕参侠大师 连真姓名都不敢说 便答道 贫增名换发源 那女子听了 便哈哈大笑道 你原来就是今生罗汉发源那 我倒听我师傅说过 你不必找许飞梁了 这正是他给你的信 等我姐妹二人看完之后 再还与你罢 说罢 便把手中信一扬 发源看得真切 果然上面有发源禅师亲策等字 因听那女子说 看完之后便吸他 便着急道 这是贫增的私信 外人如何看得 不要取笑罢 那女子文言 笑道 有道是检的当买的 三百年取不去的 此信乃是我们十来的 又不是在你秒钟去偷来的 修道人正大光明 你是一个和尚 他是一个道姑 难道还有什么私弊 怕人看吗 既经过我们的山地 我们检查定了 如有不好的事 你还走不了呢 发源见那女孩子有意似无意 连饥奉大侮辱 满心大怒 知道许非良叫人送信 连送信人都不肯与他见面 其中必有很大的关系 情知非良与俄眉派表面上假意拉拢 如果信上有机密的事 岂不不却大事 又不知参下大师在家否 不敢造次 只得强忍心头火 一面用好言向对方软伤 一面打算来一个冷不防 抢了就走 谁想那女子非常凌厉 早已了到此着 不等发源近前 便将信帝与白衣女子手中 说道 师妹快看 大和想还等着呢 发源到了此时 再也不能忍受 大傲道 你二人再不将信还难 难就要无理了 那女子道 师妹快拆开看 让我来对付他 白衣女子刚把信拆开 发源正代放剑动手时 忽然封后非也似地跑过一人 哭到 两位子只忧要动手 看在可怜的兄弟份上罢 那两个女子文言 即停止拆开 发源也就暂患动手 看来人时 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 穿了一身黑 方不跌地跑了过来 一面向两个女子打招呼 一面向发源道 师叔不要生气 我替你把信要回来罢 发源见来人叫他师叔 可视并不认识 乐得有人解围 便答道 我本不要动手 只要还我的信足矣 那黑衣男孩也不答言 上前朝着那两个女子道 二位子只可怜我罢 这封信是我送的 要是出了差错 我得挨五百牛斤边 叫我怎么受哗 那白衣女子道 师姐 你看他怪可怜的 把这封信给他罢 又向发源道 要不是有人讲情 叫你今天难逃公道 发源强忍着怒 把信接过 喘在怀中 那黑衣男孩道 家师许妃娘叫我把信送与师叔 说是不能见你 偏偏我不小心 落在二位姐姐手中 行起不曾拆看 二日如遇家师 千万请师叔不要说起方才之事 发源点头应允 恐怕两个女子再说话是乐 将捉一顿 便有几度红线火光 破空而去 黑衣男孩向着两个女子 借了又借 那两个女子问他信的来由 他说道 家师刚从九华回来 到家后 匆匆忙忙写了这封信 派我驾起劍光 等候方才哪个和尚 说他是我的师叔发源 并叫我与他不要见面 我等了一会 才见他落在门不封下 谁想交信时被两位姐姐拾去 我狠着急 我藏在旁边 以为姐姐可以还他 后来见双方越说越僵 我怕动起手来 或把信拆看 回去要受家师的扎打 所以才出来说情 多蒙姐姐们想念 真是感恩不尽 那女子答道 我色彩同师妹在此闲玩 忽见几度红线飞来 落在风上 知有意派人来此 我狠觉此人胆子不少 正想去看是谁 忽见你家剑光跑来 起初以为你跟上年一样 偷偷来和我们换灑 后见你并不停留 摘下一个纸包 我知道那纸包缺不是给我们的 否则不会那样诡弊 师妹出去抢包时 那和想已到眼前 我才知道信是给他的 他就是师父常说的今生罗汉发源 我们那要看人私信 无非逗他玩而矣 你今年为何不想我们这儿玩 那男孩答道 我才是天底下最苦命的人呢 父母伤亡 全家惨死 很容易遇见家师 收我上山学剑 以前常带我到此拜揭大师 得向朱伟姐姐时常领教 多么好哩 谁想去年因家师出门 烦闷不过 来看望朱伟姐姐 不料被师弟涉网告发 原不要紧 只因我不该说错了一句话 被家师打了我五百牛筋鞭 差点跟断骨折 调养数月 才得传誉 从此更不肯教我心躁 也不准到此地来 每日只做些苦工粗活 待遇简直大不如前了 今日不准我在此风落地 想事不愿意教我同子子们见面的缘故 这两个女子听了 狠替他难受 变得怪不得去年一别 也不见你来呢 你说错什么话 以致令师者搬恨你呢 那男孩正要答言 忽见空中飞来一度清光 那男孩见了 吓得运身斗战道 两位指指快救我罢 私底涉网来了 躺避他看见我在这里 一定回去告诉家师 我命优矣 说罢 便转到风旁动中去了 不大功夫 清光降落 现出一人 也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 这两个女子见了他 不由得念上现出十分憎悟的意识 那少年身形矮短 穿着一身红衣 触灯芒鞋 头颈间长发散披 打扮得不争不道 满脸青根 二眉交错处有一块形似眼睛的纸巾 坚纯露齿 一口黄牙 相貌非常丑恶 这人便是万妙仙姑最得意的门徒三眼红疑涉网 他到了两个女子跟前 不注地东将西望 那两个女子也不去理他 有意说些不相干的闲话 好似才出洞门 并未发生过事情一样 那涉网看不出洞症 不注地拿眼网洞中偷趣 后来忍不住问道 二位导友 可曾见我师兄司徒平摩 那白衣女子正要发言 年长的一个女子急忙唱着雪道 师徒平摩 我们还正要找他呢 去年他来同我们谈了半天 把我轻云师妹一张穿云老借去 说是再来时带来 直到如今也不送还 大师又不准我们离开这女 无法去讨 你要见着他 请你吸大个话 叫他与我们送来吧 说是 神色自如 涉网虽然而心思徒平曾经到此来过 到底无法证明 自然自如道 这就奇了 我明明看见红线已飞往西南 怎么他会不见呢 那女子便问道 你说什么红线 那是那女劍先到黄山来了吗 涉网之话几雪漏 也不曾答言 便仰仰而去 那女子不悦道 你看这个人 他向人家问话就可以 人家向他说话 他连话都不答 真正岂有此理 涉网明明听见那女子埋怨 装作不知 反而相信思徒平不在此间 竟往别处尋找去了 那两个女子又代了一会 才把思徒平哭出 说道 你的对头走了 你回去吧 思徒平从动则走出道 我与他真是冤孽 无缘无故地专门与我作对 想是家私差我送信时 被他知道 故此跟在后面 尋我的差错 那两个女子肯替他不平 说道 你只管回去 躺到不得已时 你可来投奔我门 我今晚就向大师为你说辨了 思徒平文言大喜 因天已不早 无可留恋 只得借别他二人 破空而去 这思徒平出家经过 原有一段惨痛历史 他又是书中一个重要人物 本当世表 审内读者都注意破慈云指 作者一枝笔 难写两家话 只得留在以后娥微斗劍时保写 这两个女子 年轻穿白的 就是餐霞大师的弟子朱梅 年长的一个 名幻吴文奇 乃是大师的大弟子 入门在周兴云之先 劍法高强 心得大师真传 因他非行绝迹 节约雷电 人称为女空空的便是 文不封乃是大师 似他练剑之所 大师因为叫朱梅来向他取神茅 去帮助金蟬琴蛇妖 恰好在动外遇见 谈话中间 忽然看见发源来到 司徒平空中宅信 才有这一场事发生 虽然不当要紧 与二日破许飞梁的白灵斩先剑大有关系 以后自知 这且不然 话说那发源来了文不封 转过云巢 找一个辟静所在 打开书信一看 上面写道 见未成 暂难相助 晓月蟬琴诗西来 爱连花风指金龙之声 再比注石 望谁面自干 求其相助 可性别人十倍 行再见 知名 傅炳 发源看罢大喜 心想 我正要去尋晓月蟬琴诗 不想在此 幸喜不曾往打箭奴去空跑一次 便把信存在怀中 往连花风走去 那连花风与天都风区是黄山最高的山峰 紫金龙就在风旁不远 景物丘性 当年大深度人曾隐居于此处 发源对连花风与世熟路 上了立雪台 走过百步云梯 从一个形如石傲的洞口穿张过去 群峰峰至 烟蓝四合 果然别有洞天 这时天已随暮 忽然看见前面一片寒淋 横起一匹百年 知道是云铺海 一杀时云气蒙蒙 步山成感 群山在白云畜妖中路出角尖 好似一盘白玉形枝 当中穿出几十斤玉笋 非常好看 再回顾东北 依旧清朗朗的 一轮红日 被当中一个最高峰顶成雀 似含似捧 真是人间奇观 人立一会 正代往前举报 那云气越紧越厚 对面一片白 简直看不见山石路径 方且指金龙这条道路 山势碧艳异常 下临无底深渊 底下碎石心裂 长有像许 根根朝上 一个不留神 滑足下去 身体变成玉泥 他虽是一个修炼多年的剑仙 能够在空中遇剑飞行 可视如着者 让棧道云风 苍蓝四合 对面不见人的景物 也就无法涉险 等了一会 云南雍毅 天色越发黑 将下来 知到今日无缘与晓越禅师见面 不如找个地方 站住一宵 明日专城黄拜 那黄山顶上 江峰最厉害 又在寒冬 收到的人纵然不怕寒威 也各着难于忍受 便又回到立雪台 尋了个遮风的石洞 凄身一笑 天色苦名 起来见云南已散 趁着朝日神辉 便往紫金龙而去 走了一会 便到龙前 只见两旁绝间 碧立千营 乘着白沙缸那边来的大瀑布 声如雷轰 形同殿陣 只不知晓越禅师住在哪里 四下寻找了一会 忽然看见见对面走过一个小沙尼 挑着一对大水桶 飞身下洞 去吸取清泉 间底遇见岸 相隔也有好几像高下 只见他先跳在水中日立的一块像许高的山石上 轮着两个大桶 形着上流水势 轻轻一轮 便以盛得满满两桶水 小雪点也有二百来斤轻重 只见他毫不费力地挑在肩上 将触微顿便已飞上间岸 身发又快又干净 桶中之水 并不曾洒落一点 发源不由口中喝了一声彩 那小沙尼听见有人叫好 将两个水桶在地上一放 脚微顿处 七八像宽的阔间 忽如飞鸟般中将过来 向着发源怒气匆匆地说道 你走你的路 胡说什么 你不知道我师兄有病吗 发源看那小沙尼封腰圆背 相貌清奇 赤着一双竹 穿了一双麻鞋 从他两道目光中看去 知道此人内外公都尊于尚乘 暗暗惊异 又见他出言无状 好生不悦 心想 我这两天怎么尽欲舍不懂情你的人 又都是小蟹 因为晓月禅师在此居住 来人又是个小和尚 恐怕是大师的弟子 不敢造次 便答道 我见你小小的年纪 便已有这样的武功 非常欢喜 不敢叫了一声好 这也不要紧的 你师兄有病 我怎么会知道 如何就出口伤人呢 那小沙尼文言答道 你不用庄外 我们这女从无外人敢来 我早看见你在这女鬼鬼祟祟祟 东朝西望 说不定成我师父不在家 前来偷我们的宝贝 也未可知 你要是悉时务的 趁早给我走开 再要偷偷摸摸 你可知到通悲神圆六清的利害 说完 举起两个受得见骨的拳头 朝着发源比了又比 发源看他这般神气 又好气 又好笑 答道 答道 你的师父是谁 你说出来 我也许闻名而退 要说你想叫我就走 恐怕很难 六清文言大傲道 看来你还有点不服我吗 且让你常常我的利害 说罢 左掌往发源面上一房 轮起右掌 往发源空前变坎 发源把身子一篇避开 说道 你快将你师父名字说出 再行动手不辞 以免误伤和气 六清也不还言 把金刚拳中化出来的航龙八掌施展出来 如疯狂与罩般地向发源攻击过来 这金刚拳乃是达摩老祖避传 航龙八掌又由金刚拳中分化而出 最为利害 要不是发源成度多年 简直就不能抵御 发源因对手年幼 又恐是晓越禅师的门徒 所以便不肯用飞剑取胜 只好用拳迎敌 枕内陆清拳发神奇 变化无穷 占了数十个回合 发源不但不能取胜 反而中了他两掌 行规念就铁打的身体 不然就不跟断骨折 也要身大重伤 陆清拳发源连中两掌 行若无事 也暗自吃惊 宿地将身若出仗许远近 将拳发一变 又换了一种拳 发源暗暗好笑 任你内外功练到绝顶 也不能奈何我分毫 打算将他累伐 然后施展当年的绝技七祖打空拳 将他禽伏 他如是晓越禅师门徒 事不必说 由他领路进见 否则像这样好的之质 修归门下 岂不是好 便斗手精神 加意迎敌 那陆清见一时不能取胜 非常着急 便故意卖个破赞 将捉一顿 起在半空 发源向他下身正代用手提他相触 小沙尼早已了到 离地五尺去 施展金刚拳中最烈手的一招 将身在空中一转 李若隆门逝 避开发源两手 伸开铁掌 并在左手意指 照着发源两只眼睛点去 发源见势不好 知道无法躲避 只得将身一样 打算平穿出去 谁知鹿清敏接非常 焦中吐焦 左手意指 虽不曾点着发源二目 跟着右手使一个崩拳 对着发源下峡打一个正着 接着右使一个浪里连环 一飞腿 正打在发源前心 就发源前胸撞劲 脚眉点处 便斜中出三四象高远 立定大笑 发源虽然武功纯束 经不起无意中连中几下重手法 虽未受伤 跌跌撞撞 倒坊出去十几步 差点没有跌倒在地 这一下勾动无名火起 不由破口骂道 你这小畜生 真不知天高地厚 你家罗汉爷念你年幼 不肯伤你 你倒反用暗算伤人 你快将你师父名字说出 不然教你死无葬身之地 说罢 后脑一拍 便将剑光飞出 陆青看见几条红线从发源脑后飞出 雪声 不好 急忙把脚一顿 穿过山间 发源也不想伤他性命 无非值此威客于他 见他逃走 便也嫁起剑光 飞身过间 在后追赶 陆青回头一看 见发源追来 便一面飞跑 一面大声哭道 师兄快来呀 我不行了 话言未了 便见崖后面飞起一道指危危的光话 将发源的剑光截住 发源一面混剑形的 一面流神向对面观看 只见对面走出一个不争不道的中年男子 耳目深陷 呼瘦如柴 穿了一件半截蟬衣 头发披散 也未用发枯束着 满面的病容 发源古良那人便是陆青的师兄 正要答话 只见那人慢吞吞有气无力他 说道 你是何方憎人 竟敢到此要恼 你可知道晓月禅师大弟子病为魔朱雄的利海 发源一听那人说是晓月禅师的弟子 满心高兴 说道 对面师兄 快快住手 我们都是一家人 说罢 便将剑光收传 那人文言 也收回剑光 问道 这位大师 发号怎么清夫 如何认识家师 来此质审 发源道 贫增发源 路过九华 文德令师 飞石在此 特地前来专程拜见 望克师兄代为通品 这时陆青正从崖后闪出 正要答言 朱雄亡洗眼色指着 对发源说道 你来得不考了 家师昨日尚在此间 昨晚忽然将我叫到面前 说是人外有一点麻烦事须去料理 今早天还没亮 就起身往别处去了 发源见他二人举动闪射 言语之吾 便宜深晓月禅师不曾爱出 想事不愿见他 人家既然表示拒绝 也就不好意思往下追问 朱雄又不留他洞内站住 神情非常冷淡 只得辞别二人 无精打采地往山下走去 要之后是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朱雄亨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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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雄的